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九之二之一的范例 比如说呢我们在内部有一个类别叫myint 那myint的话呢 如果一般说来 一般来说匿名内部类别的使用方式 和那个一般的内部类别相似 不过呢匿名的内部类别 不能够宣告一个新的类别 不能宣告一个新的类别 这个关键在这里 必须它必须继承存在的类别 比如说myint这个这个myint的类别 那这边我们来举一个实际例子 让大家了解 其实主要的关键在这里 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的九之一之一的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这边有定义一个order的这个外部类 外层类别 那也有定义一个内层类别 叫order status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内层类别 各位可以发现在 我们有建一个新的 有没有在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建一个新的类别 也就是把它当个什么 当一个资料形态来处理 那在内部这个匿名的内部类别的话 你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部分就不被允许的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如果我不建立一个新的类别的话 那还是要做存取的话 比如说以这个九之二之一这个范例来看 这地方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